大家好,南花要想避免积水烂根 除了盆土透气性沥水性要好之外呢 我们还要给它在盆土底部做一些垫盆处理 这样呢,让盆土底部透气性沥水性好 多余的水分呢,才能够更容易沥出去 不容易积水烂根 那么南花垫底到底用什么垫呢? 如果我们有一些大颗粒的这个质料的话呢 也可以拿来垫底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三种料也是可以拿来垫底的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这种绿水罩 这种绿水罩的话呢,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 而且呢,也不贵,非常便宜 我们呢,只需要买一个像这样子绿水罩 然后把它像这样子倒扣在南花的盆土底部 然后呢,再来给它摊上质料 倒扣下去之后呢,盆土底部啊 它这下面呢,就是中空的透气沥水性非常的好 这样呢,就不容易积水烂根 第二个呢,它垫在盆体啊 也可以增加盆土底部的透气沥水性 再加上这个东西啊,它分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影响植株根系的生长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红砖粒或者是木炭粒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类东西啊 我们呢,一定要先把它放在清水里面浸泡至少三天以上 这样就可以去除它的火性,又可以改善它的这个碱性体质 然后呢,我们再摊在盆底就不会对南根啊造成任何的损伤了 这三种年华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可以拿来垫底的 那么,这样呢,南猪的根系啊,才能够越痒越旺 后期呢,我们只要给它适当的用点这种南科营养液来给它补补肥 那么这个南华啊,长势啊,自然就是相对比较旺盛的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